大家好 今天7月1号 那下半年开始 那接下来 各位要如何的操作 你才能够在下半年 再成为真正的赢家 我想上半年 都把一整年的指数都涨完了 那这个地方呢 还有没有机会 我想机会非常的大 但是我想的机会 那不是在指数而是在 族群 跟个股 我想 现在很多人还在猜指数 到底 这一波会不会够高 然后再拉一波 其实我说你要 说指数的 位阶在哪里 你就看台积电 非常清楚 台积电 今天 上一波高点 984 今天最高 977 那其实也 剩7块钱嘛 但是 会不会过 各位很清楚嘛 今天还不想过 所以在 早盘的带大盘 攻高155点之后 那我想 台积电拉回来平盘以下 指数也跌了17点 最后一盘再拉2块 涨26点 那各位你从这里去看 那台积电 跟指数的联动 那是不是非常大 但是我们把它 抛开 指数的涨跌 其实 其实很多股票 他已经领先大盘 已经大涨一波 这个你们是没有看到 你们没有看到 你们只是呢 这个地方去看到的 就是 你们想 要知道的 一些个股 但是你没有整体去看 所以你很容易呢 在这个地方 会失去判断力 其实今天 大盘没跌的原因 除了台积电以外 我想 金融股 他也是在今天 非常强势的一个族群 我想 最近外资的动作 我们要特别的注意 匪夷手势 我想在先后买 但是在期后空单 持续创高 现在台积期的 期后空单已经 超过两万六千口 那这个也是说我们要 值得去注意的 所以外资 大家都说他 这个地方被嘎 那其实也没有 那外资最近的动作 其实 他 前十名 买的股票 我想电子股很少 为什么 反了金融股 增加持股 这个就是在 操作上 外资他在居高思维 我想我不是很了解外资 但是 他接下来到底 要什么动作 但是 在整体的一个 新台币呢 那现在呢 他是一个区别的走势 外资 当然他会卖股票 这很正常 但是 接下来的行情 当然 当然就关系到这下半年 这半年操作的行情 所以我们也真的不要大意 所以7月份呢 我们也不能说在这个地方 那看得非常乐观 但是也不用呢 各位自己吓自己 太悲观 其实现在是一个区间震荡盘 其实现在题材性 都还在 为什么生计今天大涨 因为7月 25号到7月18 就是在亚洲的生计大涨 所以这个是提前开档 那生计股里面 谁最有潜力 我想我们去年操作一档 生计股 预展新药 连标期跟涨停板 我想 这个是我们之前 去年 在美食包括 预展新药 我去年就做这两档股票 那美食也大赚 那这一次 我会不会进生计 那我还在观察 但是 短期间 我跟各位讲 大盘在区间震荡的时候 你真的不要 动作频频 很多人频频放股 我想现在就是一个 类股轮涨的格局嘛 你看丁丽摆 上礼拜有涨 重电股 绿电 这些个股的时候你看大家去追 那今天 各位看到 那又变成银剑在涨 所以各位看到南港 最近的被外资一路大 但是 银剑股一反弹 他就急拉上来 当然南港这两个股 老师并没有看坏 并没有看坏 各位看到说 好像是一个头 但是今天刚好 来到这一条 这条趋势线 他有没有办法扭转 这很重要 所以55块 站上 南港 你才可以进去嘛 但是55块没有站上之前 那你就先观察 我想这两个股 老师呢之前 跟各位讲说 持续看好一档个股 但是最近因为在政府在打仿 整个趋势 他有一点在 往下走 但是 如果他能够再站回来 当然 这个趋势 这个看法就没有改变 老师不是说 那一档股票 那我做过了 那有我就不会跟各位 在节目上讲 因为看好的股票就是看好嘛 那只是说短线上 有一些利空 当然 有时候呢 利空出来 那反而是在测试 就像 最近各位有一点 可能大家的看法都一致但是 一致不一定是对 不一定是对 就像万海 其实为什么 人家都拿涨停的在讲但是老师呢就拿 跌的在讲 那因为这个都是我之前 非常看好的股票 当然现在跌下来 我跟各位讲 他是一个机会而不是呢 这个天下你们看到的好像 世界末日一样 万海最近利多了我知道很多利多但是 这些利多当然都是存在的利多 那只是说股价他之前 就是反映这些利多 上来 那股价涨多他就在整理我上次跟你讲说 这里他在修正指标嘛 对不对 但是趋势都还没有改变 今天就来到趋势线之后 他开始 缩缴 所以 现阶段来讲 黄海的危机还没有解除 而且各位看到 在印价高涨的效应 包括阳鸣 冠海 他们的营收都是跳针 4成 那7月份的营收会不会继续往上 那这个都是我们要去观察不是说 股价拉回来你们又 担心害怕 所以我 现在就跟各位讲说 现在的操作越简单越好 那其实我最近跟各位讲我就做两个族群 那 一个就是高速传输 那另外一个重点 那我知道这些股票都跌下来今天 因为 资金当然他是在做列股轮展 但是跌下来要不要怕 我想 如果你害怕未来的机会 那你会再错过 我想上礼拜多少人在跟你讲重点 那今天拉回来没有人会跟你讲 但是在 高速传输我跟各位讲信心 我们这一波已经大赚 我在上礼拜五也提醒你 不用再追高了 但是这一波拉回来 老师还是会在 下来再买一次 所以你 不能说这个地方 他涨多压回来那你就要 去看坏整个行情 我想 在 高速传输这一块 因为 随着AI的 这种 应用 那我想这种 传输的需求 未来一定是很庞大的 为什么最近各位看到 我曾经在节目上跟各位讲 联居这两个股当时才多少 4050块 那现在都已经上百块 所以细光纸 CPU这个 我之前都已经跟各位 一档一档都讲过了 像联居上权 包括信心 那这个都是我在 节目上一直 跟各位看好 而且呢 老师看好的题材 都已经 告诉各位 尤其说在信心 台积电的 北美的论坛 我想 S6 我说推谁一把 那我是不是 说推信心一把 那当时信心的股价 还在150 1006 我想你们都不会 不会想买 为什么因为跌的时候你们就不敢买 那你现在各位看到 都涨到280了你们还在追 我上礼拜我就提醒你 短线涨多了 就不用再去追 但是在这个 细光纸 这一块的制程 这种基础 而且呢 超高速的一个 晶片的市场 这个商机未来一定会很大 我想 现在 都还没有开始都已经涨成这样了 那如果真正的爆发出来的时候各位 那 以后呢你们要怎么追涨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在重点的部分 因为 河山当然 这个地方开始停意了 我想很多 上个礼拜都在讲这一块啦 我想 很多人都会联想说那重点这个地方会不会大涨 但是我跟各位讲说 重点股这个是一个长线 持续看好的一个产业 就像说中芯电 那现在 也打入了北美 重点的这种设备 市场 但是 不是说 那每次都要看消息面 然后去追股票 我想我不会去学 学坡主流啦 那我看好了我就跟你讲 市电跟亚历 那大同这个我只是在观察 我想 我们做什么股票 我们都跟各位讲的很清楚 但是我跟各位讲股票你也 不一定赚得到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不懂得如何的操作 我想 今天 当然很多人不敢再讲 市电 绝对不会跟你讲 为什么 因为他今天会去讲生计 他今天会去 是不会讲金融啦 但是他一定会去找 涨的股票涨 讲 但是老师很奇怪 我都是 找这种跌的在讲 那市电我就跟各位讲的很清楚 因为他在修正这个高档 这个技术指标 我上礼拜是不是这样跟各位讲 但是在修正的时候他有没有拉回 也没有啊 他是在做一个区间横盘震荡 那如果说一量 我也跟各位解释过 这种量 跟这种量 其实卡不过去的 量比较先行的观念 我想这个就是要关系说你在操作上 那你有没有坚持 你看得懂看不懂 丑马的走向在哪里 你有没有去观察 我想今天量 已经收到6500张 那也是近期的低量 那如果今天你去杀四殿的 那会不会杀在最低点 我想我都跟各位讲的不是 每次那种事后论 我不知道你们喜欢 都听的就是说 长得歌功颂德的时候 你们听得好高兴 拍拍手放烟火你很高兴 但是真正在看的时候 你们为什么都不坚持 不坚持 那你 只看了一天两天的行情 这整个大盘也是 我想台积电今天只剩7块钱就创新高 但是台积电要不要过 984 那就打一个问号 都还没有过你就打一个问号 那如果不过他还在整理的话 那大盘 就是在整理 那很简单 对不对 但是重电骨不一样是说 因为夏天到了这么热 我想 最近各位有没有感觉到 你一种走出冷气房那种心浮气躁的 感觉 前身软趴趴的感觉 各位 那这个都跟天气 这种凹 热 然后呢 有关系 闲鲜嘛 人闲鲜 这就是 高温嘛 有时候你散热散不出来的时候 那 那有的儿就会中暑 会中暑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跟各位讲说夏天才刚刚开始就 三十五六度了 三十五六度 那今年 我真的不敢想象 会不会四十度四十几度我不知道 但是我讲过 那真正的是说 利多才开始的时候你要布局 你看 那我们 也是在低胆买赚这一波 他震荡那我报老 势必嘛 对不对 那我一震荡我就卖 一震荡我就卖 那我 我不是短视尽力了 对不对 我想 你能够赚三成五成 你能够赚五成一倍这个都是 报来但是你要看得懂 真的危机来的时候该砍该杀 这一定要做但是 现在 充电股有危机吗 也没有啊 为什么 那今天一跌回来那你们又 又害怕没有买的 那这个地方拉回来又不敢买的 但是一拉上去 上个礼拜你看一拉上去就追 流上影线 那 今天下来你就砍 但是真正有跌吗各位 他只是在震荡嘛 他只是在震荡 有没有跌没跌 所以 在这里看得懂就看得懂 看不懂我也没办法 我只是跟你讲说 那现在 7月份的行情 我是认为会 震荡很大拉但是 进可攻退可守的 这种标的 那你一定要把它找出来 那电子股在这个地方 我讲过了 除了震荡 跟 信心 那我现在 还 布局一档 炎物料的 半导体的炎物料股 上个礼拜利空 那我几乎在跌停板买 那今天 涨了快 7-8% 但是 这些股票我只是帮我们会员 在 种个股 因为我认为说如果 这个是利空的话 那 也不算利空 减掉搜索 我是认为这常有的事嘛 但是 一档公司的营印 那基本架构那么好 那为什么突然间 那 减掉要去搜索我也不知道 那我只是认为 机会蛮大的 因为杀下来 其实我们有看到 有人在进场 所以 那我在上个礼拜 我买了今天 我想 大涨7-8% 但是这个我不会说 在节目上去曝光 那我只是跟你讲说 因为我在节目上讲的都是要有量有价的个股 我相信像雅力 像市电 这个都是几万张的股票 所以开大门走大路嘛 我 我总不能在节目上跟各位讲那几百张的股票 那涨停板又怎样你买得到吗 你绝对买不到嘛 所以我说在现阶段各位你冷静下来 我说现在最好的车列就是以静自动 那股票当然 像市电雅力这个 短期你可以来回操作 你可以来回操作 这就真的没有问题了嘛 我在Lite里面也跟Lite的投资朋友讲 我们这些粉丝讲说 急拉 那你就 不要追 但是急杀 你要敢买 就这么简单但是 通常就做不到 但是老师可以做得到 那我们锁定的股票 那我们不是在看一天两天的 我现在夏天才刚开始 你说这个 这个题材从此就没有了吗 我想 不至于吧 所以 试电雅力 这个拉回的机会 我也希望各位 真的好好掌握 那今天是因为跌下来 我讲了比较久 跟别人不一样 但是如果大涨了我都会带过去了 反正大涨里面也没赚到了 跟你们讲 你也没有反应了 但是跌下来的 当然 我们在讲这些个股 那我们一定要交代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负责任的 一个做法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 在操作上7月份 说简单 真的也不简单 因为 7月份我认为震荡 会蛮激烈的 因为外资空单 两万 六千多口 其实多空 势必 要一薄 多空势必要一薄 那什么时候要来 我不知道 但是我是感觉说 摄心不时 起座的股票 机器官的股票 导致的股票 更好 咱们真正不忘记住 国家的股票 的股票 咱们 不忘记住 我想这个就是 宝本的心理 但是我们做的 进口供退口索 而且提材性 他能够持续 长线看好的 这个地方 我想 一两天的震荡 这不算什么 因为这一两天的震荡 可以换来呢 你一怎么破断的一个 获利 那你为什么不去做 所以老师要做的 就是有把握的事 所以有任何的问题 023923988 那这个地方想要了解 更多 而且我们的操作方向 个股 他的机会的 Night加进来 明天同学 再会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 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 即使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付投资 哈啰大家好 我现在就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 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中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 按赞 订阅 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 下路了 我会给你补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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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给你补养的